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城边一座白塔 塔下一条青溪 溪边有户人家 住着一对祖孙和一条黄狗 老人是守渡船的 女孩子是她的外孙女 叫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常养着 眸自清明 机敏天真 俨然一只自然中的小兽 她日日陪着祖父 取水做饭 会鸡种菜 有时祖孙俩吃饭时有人喊过渡 翠翠总抢在祖父前面去 渡船多在些来往商贩水寿 有客人看老船夫年迈 故下船时留一把钱 老船夫因自己有官家发的钱量 从不肯收 不过老船夫也不全还回去 他偷偷留下一个小钱 卷作收下商客的这份情意 闲时祖孙俩就用那竹子制成的短笛吹曲子 对翠翠来说 来之迎亲队伍过息 就算新鲜事了 另一件新鲜事 便是年年临近端午 从城里传出的鼓声 那是城里的青年 又在为一年一度的端午赛龙舟而练船了 翠翠十二岁这年 随祖父进城看船 祖父无心看船 心里记挂着替她守船的朋友 故交代翠翠在原地看船 自己办完事就来接她 然后反身回去了 在茶洞 每年端午除了赛龙舟 还要捉鸭子 这鸭子是当地囤防军队 为居民捅乐而放的 谁捉到鸭子 便归水 翠翠等到热闹的人群散去了 天都黑了 也没等到祖父来接她 河边的吊脚楼上传来女人的歌声 一个水手在与同伴炫耀自己与那歌女的交情 翠翠不愿多听 走到水边 见还有一只鸭子会被捉走 她想等那鸭子游过来就捉住她 不想水里突然窜出来一个人捉了那肥鸭 少年上岸后才注意到翠翠 她问翠翠是何人 在这里做什么 得知翠翠在等爷爷 便邀请翠翠去她家里等 就在那边点灯的楼上 翠翠却误以为她是说那有女人唱歌的楼上 一时心下气恼 你这个砍头鬼 怎么 你还骂人呢 回头大鱼来咬你 可不要喊救命啊 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少年大笑着离去 不一会儿有人打着火把过来 是传总顺顺家的伙计 说是顺顺家的二老吩咐他送翠翠回家 谁是二老 顺顺家的挪颂二老 因生的聪慧俊秀 被当地人爱称为月云 在茶洞地方是数一数二的小伙子 翠翠自然一耳闻过 想起之前那句骂人的话 不禁又禁又休 快走到家时 老船夫远远看见火把 急忙把船拉了过来 原来那朋友不想去看船 倒愿意跟老船夫喝几口烧酒 朋友喝醉后 老船夫要手渡船 便不能去接翠翠了 翠翠听着祖父的解释 并不作声 她心里对祖父的那点埋怨 没过一会儿就消散了 但另一件只属于她自己的事 却令她沉默了一个晚上 第二年端午 翠翠又随祖父进城看船 这天天宫不作美 下起了雨 翠翠同祖父夺雨 进了圣圣家的吊脚楼 二老到青浪滩办货去了 不在家 翠翠见到了圣圣夫妻 还有二老的哥哥 大老 大老将自己捉到的那只匪鸭 送给了祖孙俩 回去的路上 祖父直夸 圣圣一家人都很好 祖父不知道翠翠心里所想 因心里太高兴 便开玩笑问翠翠 若大老想讨翠翠做媳妇 翠翠答不答应 翠翠闻言 胸脑地往前快不走 此刻的她 心早已飘去了青浪滩 又一年的端午快到了 这一年 顺顺派大老出去办货 爷爷跟翠翠商量 让翠翠一个人进城看船去 翠翠不依 祖父守船 他也守船 翠翠还记得两年前 端午发生的事情 远处传来唢呐声 他知道 是迎亲队伍 鲜红的花轿 让翠翠的心 起了微妙的变化 祖父打听到 那新娘才十五岁 翠翠也快满十五岁了 到了端午这天 祖父一大清早 去城里办截货 留翠翠守船 来了一行人 其中有一对 穿着很好的母女 一看几只 是财主圆外的妻女 那女孩子 看起来 与翠翠年纪相仿 神情更娇邪 手腕上戴了一对 漂亮的银手镯 翠翠有点新鲜 她痴痴地 看着那对母女走远 一个人念几歌来 大姐大夫金簪子 二姐大夫银串子 只有我三妹摸的什么带 耳朵上常年带条豆芽菜 祖父回来时带了许多东西 却不见了她随身带的酒葫芦 原来祖父在河街上请人喝酒 顺顺见了 把酒葫芦扣去了 翠翠早从过度人的口中 听闻了祖父在河街上 请人喝酒的情景 故而知道 顺顺定是怕祖父的酒 给人喝完了 才故意扣下酒葫芦 用不了多久 就会派人送来的 果不其然 翠翠烧火煮饭的功夫 送酒葫芦的人就来了 是个俊朗精神的年轻人 翠翠被看得不好意思 听到有人喊过度 急急地跑出去了 来人正是挪送二老 他对老船夫说 翠翠像个大人了 长得真好看 老船夫只是笑 指着对面的白塔 将二老兄弟俩夸了一通 说了会儿话 二老要回去了 祖父让翠翠回去做饭 自己送二老 翠翠盯着祖父 不下船 物质将船拉起来 二老邀请翠翠和祖父 一起去自家吊脚楼上看船 翠翠说 祖父要守船 自己要陪祖父 二老接着说 他找个人来守着渡船 这时船头碰得撞到岸 两人不禁笑了 翠翠 难为你了 我回去就找人来 你们赶快吃饭 今天人多着呢 这天翠翠和祖父到顺顺家时 人已经很多了 二老下河去了 今年大老不在 二老带头 顺顺家楼上最好的位置 坐着翠翠之前 见过的那对乡身妻女 他们热情地将翠翠拉了过去 而祖父 没看一会儿就找老朋友去了 祖父的朋友 在一座碾房做事 这碾房是全新的 据说是山上王团总家 要给女儿做陪嫁的 光包工就花了700条大钱 祖父一面新鲜 一面又有些心酸 别人家女儿 有这样丰厚的陪嫁 而她的翠翠 什么都没有 一个光人 朋友见状要给祖父讲句玩笑话 说是玩笑 也是真话 原来大老想要翠翠 托这位朋友 探探老船夫的口气 祖父思索片刻 让那朋友转告大老 居有居路 马有马路 大老若是走居路 便请没人来说 由双方家长做主 若是走马路 便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由翠翠自己做主 说是如此 但祖父看中的 还是翠翠自己的意思 翠翠是个大姑娘了 有了心事 会脸红 祖父也常常拿不准 翠翠心里在想什么 在楼上看传的翠翠 尚不知这一桩求亲 却听到了另一件事 楼下一群妇人在议论 山上王团总家 想把女儿许给二老 用一座新免房做陪嫁 毫不阔气 王团总的女儿 便是刚刚落红衣女孩子 他们又说 二老不愿意 二老喜欢一个撑渡船的 翠翠脸上烧起来 心里七上八下的 却偏偏迎面撞上了 刚饮了赛船的二老 二老问翠翠 怎么要走 翠翠不知如何回答 两人错肩 各自走开去了 翠翠怀着心事回到家 没几日 顺顺家就派美人 来向祖父提亲 祖父没给明确答复 带人走后 问翠翠意见 翠翠红着脸不作声 但知道没人说的是大佬 眼神迅速暗淡下去 回转身去 继续剥自己的豌豆 祖父见这情景 隐隐约约明白 翠翠的心事了 翠翠重义的 另有其人 这样的翠翠 让老船夫想起了 翠翠的母亲 翠翠的母亲 大约也是在这般年纪 与一个茶洞屯房军人 唱歌相爱 有了孩子后 却结婚不成 爱情名誉难全 两人决定殉情 军人服毒死去 翠翠的母亲 却因腹中骨肉 忠实不忍 回了家中 生下孩子后 去溪边 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自始至终 宽厚的父亲 会对女儿说过一句重话 在女儿死后 尽心尽力地疼爱翠翠 然而现在 老船夫似乎预感到 翠翠与其母亲 相似的命运 这边迟迟没给没人答复 另一边 二老知道了 大老走鞠路的事情 也让大老知道了 他的心事 他想要渡船 不想要念房 这心事 是从两年前就有的 兄弟俩爱上同一个女子 在这里 并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却是件难办的事 老的嘴里很理子 看来鞠路是行不通了 二老提议走马路 兄弟二人公平竞争 大老心情焦躁 且不擅长唱歌 二老明白哥哥的烦恼 提出两人的份 都由他来唱 单日的算自己的 双日的算哥哥的 结果就交给运气 大老想了想 决定还是由自己来唱 但第一天晚上 听到弟弟洪亮的歌声后 他就知道自己没戏了 这一晚 翠翠从祖父坐在外面说话 原本宁静的日子 因近日来的那桩心事 而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和哀伤 祖父给翠翠讲他父母的故事 只讲了故事的前一半 对面牙上传来歌声的时候 翠翠已经睡着了 睡梦中 他听到了那歌声 歌声似乎把他拖起来了 他飘到对面牙上 摘了一大把胡儿草 可他把那胡儿草给了水 第二天却记不起来了 老船夫一早就借故进了城 他还以为 昨晚的歌是大佬唱的 伯伯 你要竹鹊做孙女婿 竹鹊在那儿呢 楼上 生二老正在编鱼网 老船夫的心咯噔一下 沉了下去 原本能将翠翠 嫁到盛顺家这样的人家 是再放心不过的了 然而现在 兄弟俩竟然都想要翠翠 老船夫意识到 事情的为难之处 郁郁地回到家中 翠翠对发生的一切 毫不知情 夜里 老船夫玩笑地问翠翠 若是大佬走鞠路 二老走马路 都想要他 他怎么选 翠翠又惊又羞 回避了这个问题 他一面不敢相信 一面又隐隐激动 全然没意识到 祖父在忧虑的事情 然而这之后 对面牙上 暂没有传来歌声 祖父忍不住 又进城去了 结果还没见到二老 就听说大佬出去跑船时 吊水里淹死了 顺顺 没了往事的精神器 淡淡地对老船夫说 大佬已经淹坏了 之前说的那件事 就算了 老船夫像被锅了重重的一巴掌 心里满是自责 大佬 大佬 不怪我 过了些日子 似乎大佬的死过去了 一切恢复了平静 然而老船夫 越发感觉到 自己的衰老 一日 二老过渡 下川东去 老船夫想探听 二老的口气 说起脆脆 那个有歌声的梦 没想到 二老直接承认 自己就是那个 唱了一晚上的傻子 老船夫被这一句 冷淡的老实话掖住了 他索性直接问二老 有人说他不要碾房 要渡船 是不是真的 二老笑着反问 要渡船又怎样 老船夫急忙叫翠翠 翠翠不知哪儿去了 许久不出现 于是二老和伙计上路了 伙计问二老 难道真的要犯啥 为了渡船舍弃房 二老说 弄渡船也不错 只是渡船上 那个老的 为人弯弯曲曲 不痛快 这些话 全被在林子里 采蘑菇的翠翠听到了 又过些日子 二老又从这里过渡 祖父想着让翠翠去 可翠翠跑出去 一看来人就跑开了 二老他们等得不耐烦 祖父急急忙忙跑来 陪着笑 二老十分冷淡 不久祖父听别人说 二老与中寨王团总家 女儿的亲事要定下了 他急忙向一个 过渡的中寨人求证 那人看着老船夫 故意说亲事已经定了 事实上 二老并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祖父心下机遇 身子越来越不行了 心里又寄挂着翠翠的归宿 日日游丝 终于在一个雷雨夜 祖父老去了 也是这一夜 西边的白塔 亲疲了 祖父被埋在西边的林子里 翠翠终于还是成了孤女 祖父死后 从祖父的老朋友那里 翠翠慢慢知道 明白了许多事 二老的歌声 大老的死 顺顺父子对祖父的冷淡 二老因记着哥哥的死 且得不到翠翠的礼会 又被家里逼着 接受那座年房 故而赌气 下桃园去了 如今翠翠全明白了 却也只剩他一个了 翠翠守着渡船 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子 到了冬天 那个亲疲的的白塔 又重新修好了 那个在月下唱歌 是翠翠在睡梦里 为歌声把灵魂 轻浮起的青年 却还不曾回到茶洞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新一年的首会台词周历 正在热卖中 你必须 never be a candy ass 你必须自己从第一天 你必须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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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给自己和他一份好看又有温度的新年礼物 喜欢的K星人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微信搜索K星人的店 把新一年的期待带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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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